台湾莲花俊成问的 弟子莲花俊成 一心鼎礼根本丧失 师尊好 弟子问题如下 祈求师尊为弟子解惑 想请问透天载 透天载以门为象 那大罗住载也是以家里门为象 网路有邪派称以落地窗为何象 落地窗为象 或采光面较大的为象 师尊文集78册及69册 对洋载洪水都有详细的解说 内容多数 关于透天住载 但现今社会金属大罗住载比较多 书中内容是否也可以应用在大罗住家 是这样子 大罗住家 他到底是 那个每一个房间的像 跟整个大罗的这个房间的像 不一定同一个方向 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向 一栋大楼 他要进去这个大罗的时候 有一个大门 那这个大门呢 是属于这一栋大楼 所有住家的门像 我所知道的 这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洪水 也就是说 你住在这栋大楼里面 这个大楼里面的这个门的方向 也就等于你住家里面的一个方向 全部的这一栋大楼 你也不管你是几楼 22楼 或者是说五楼 或者是十几楼 都是以这个大楼的大门 当成你住家的方向 当成你住家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洪水 都知道 一个龙 就是你住的地方 有没有地气 血 就是说 虽然有地气 但是并不是 有没有地气 有没有集中在那里 这个就是血 沙 就是周围的环境 水 就是水从哪里来 水从哪里去 向 就是你住家 或者墳墓 阴仔 的变相 阴仔 就是看那个 墓碑 墓碑的方向 墓碑的方向 阳仔 就是看大门的方向 那住大楼 就是以大楼的门 为方向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栋大楼 就是一个方向 你住进去 就是以你住家的 这个大楼 为方向 不管你是22楼 里面住的 50户 100户 全部以 这个大楼的 这个门 为方向 我们看洪水 是这样子的 但是 网路有些邪派 是以落地窗 为方向 或者采光面 较大的 为方向 采光面较大的 为方向 这个 我们以前 这个师父教我的 就是以大楼的 大门 为方向 那师尊讲的 跟这个网路的 这些邪派的 不太一样 他们落地窗 为方向 或者采光面 较大的 为方向 这大概都是 现代研究出来的 不是 属于以前的 这 以前那个师父教的 以前师父教的 是以这个大楼 当成 一栋 就是这个大门 为方向 好 这样听得懂吗